根本就不住在隔壁 阿伟被门撞飞倒地 小齐冲了进来四周张望 确认每一个房间 来到一间打不开的门 小齐试图要撞门 身后的阿伟突然起身 给了小齐一个过肩栓 小齐挣扎起身 想冲去开门 一直被阿伟阻挡 两人拉扯扭打 阿伟见小齐不愿停止动作 只好拿出一旁抽屉里的枪 抵住小齐的脑门 小齐愣了半场 看着阿伟身后的房门 许爱婷是不是在里面 在不在很重要吗 那是一条人命啊 对你来说 他只是个陌生人 两人沉默半场 阿伟缓缓放下枪 我这个人一生也就这样了 我输得起 但你们输得起吗 小齐不解地看着阿伟 你是社会县 你对法律一定了解 上个月有个警察的贪毒案 加上用警用系统 泄漏个资给人家 最后判了一年多 想想王组长 你也一定知道 酒驾肇事逃逸之人于死三年 我们秋部长才刚上任三天 你说我这个人一生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我输得起全部 但你们这群人输得起吗 小齐千头万绪 不要为了个陌生人 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他躲的人是你吧 唉 想想算是我对不起他 我跟婷婷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想知道 你只要告诉我 徐爱婷现在很好 阿伟愣住 告诉我现在他很好 他很好 好 都不喝了 咱сь 给了我 谁